我們今天來介紹怎麼抓老鼠 現在是夏天,一般是老鼠不會進到屋子 可能剛好在裡面呢,他們就懶得出去 一般我們這裡在美國都是冬天 天氣冷的時候,他們就不知道怎麼樣 有個洞啊,鑽到房子裡面 那我們最近在房子裡面就發現一些老鼠死啊 還有聽到那個聲音啊,奇怪的聲音 所以呢,也就展開第一次的夏日烈鼠計畫 那我們一般呢,使用的就是補鼠器 這是有兩種,這個叫Tomcat Mousetrap 在一般的Lowe's跟Home Depot的買到 那這是我開始用的第一種 它基本上呢,就是說有一個 哎呦,有一個這樣的洞 哎呀,因為我們用過沒有清理 就是把食物呢,放在這裡面 然後,後面這樣蓋起來 放在這後面 所以老鼠呢,聞到食物就從前面進來 進來以後呢,因為體重的關係會翹上來就蓋起來了 所以這樣就抓成老鼠 啊,就是抓到一個老鼠 通常呢,補鼠器呢,就是說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呢,好像這樣蓋起來了 那事實上是沒有抓到老鼠 就不小心碰到啊,或者什麼 這個叫Fore Salon,常常發生的 那這種老鼠器呢,就是說 如果沒有抓到老鼠呢 那你也沒有辦法 因為黑媽媽的,看不到什麼 OK,所以後來呢 就改用這個另外一種 這個老鼠,鼓老鼠的 這個你可以看到,就是不同的設計 整個是透明的 所以呢 原理也是一樣 就是你把這個食物放在這後面 然後呢,前面呢 就是設定一個門 進來以後,因為體重到後面 它這個跳起來 就完成抓老鼠的動作 OK,但是呢 這個有時候會Fore Salon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老鼠進來把東西吃了 這個門也要跳起來 這白費了啊 這個也是有 所以 抓老鼠不是一個容易的事 有時候就會碰到這兩種問題 如果是這種情況發生的時候呢 那就想辦法 比如說換一個新的啊 像我們家就有好幾個老鼠器 總有一個會抓到你吧 或是說你這兩個輪流用 我是比較喜歡這種透明的 因為我們抓到老鼠呢 它打算去放肆 還不是就直接把它除死啊 就是如果你要用那種 你如果抓到老鼠整個丟掉啊 那老鼠就白白了 那我們通常是要 再去放肆 那個會等一下影片 如果抓到的話 就會繼續看到這後續的動作啊 好,暫時這樣 我們現在就來示範怎麼把這個 誘餌放到這個老鼠籠裡面 這個呢就是這樣打開 然後再把這個放進來 今天給它吃好一點的日本的巧克力啊 因為這個主要是讓它有一個味道 然後呢可以讓老鼠聞到 OK 但是我們使用的經驗就是說 這個不要卡得太緊 如果你到時候壓太緊 有時候不好拿出來 OK 好,那這樣我們就完成了第一個老鼠的 我們就放在老鼠會進出的一個角落 來,我們過來看一下 來,放在這邊 這一角落啊 這旁邊 照一下 照一下哈 這有老鼠屎 表示呢 老鼠屎就是 老鼠會在這裡出沒的地方 希望它呢 就來吃這個巧克力 好,我們還繼續再設置兩個 就跳過去哈 OK 經過一個晚上的等待 這個已經蓋起來了 然後等一下 這裡面 有一隻老鼠在裡面 啊 耶,真的是一隻老鼠 OK 那我們就 進行放生的過程 把它從後面打開 然後放在這個籠子 OK 好,這個再 收起來 還可以再 重複使用 那 這個沒有吧 OK 我們的 就是要準備把它帶去放生 啊 你家裡越遠越好 啊 不拍嗎 不拍不拍 我不想看 好嘞 好 那我們就這樣 準備要坐車去 把它放到遠處 OK 好 好 我們已經找到一個放生地點 離我們家外面的荒椒野外 然後呢 要把它打開 好 好 好數 準備出來吧 欸,不出來 你要踢它一下 呦 不該敢看呢 跑走了嗎 不在這裡嗎 哦 哦,好 好 我也不太尷尬 好,完成放生任務 還活著吧 是活著啊 OK 那好 好 那我們走啦 好 走啦 放生結束 我是覺得你應該把它放到那邊一點 不然它真的 我覺得天氣那麼熱 它自己會搞 OK 好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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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